我们造一尊佛像 造一尊菩萨像 共产党 别人一看 这是佛 这是菩萨 那就是觉悟 如果对于佛菩萨表发的意思清楚 那他觉悟就更彻底了 更究竟了 比如我们供养一尊释迦牟尼佛 大雄宝殿都是供养释迦牟尼佛 这个佛像在那里疯狂 新造的佛像 启用 有一个仪式 叫开光 现在这个仪式有 但是意思呢 完全颠倒了 现在变成什么呢 佛像替佛菩萨开光 不开光他就不灵 你们要是用逻辑去想想 那佛菩萨谁叫他灵呢 开光的人叫他灵 我不开光你不灵呢 那你拜他干什么 拜人就好了 我替他开光 我叫他灵就灵 叫他不灵就灵 你应当拜我 不应该拜他了 颠倒了 啊 开光是什么呢 啊 开光是什么呢 是佛开我们的光啊 啊 借着他 把我们自信光明 引发出来 这叫开光 所以开光仪式啊 就是讲解介绍 供这尊佛的意义 为什么要供它 啊 让大家完全明白了 这不明信啊 啊 释迦摩尼佛 代表什么 名号就是他的意义 啊 释迦是仁慈 你看现在人呢 没有仁爱的心 释迦是仁爱呀 想到自己 一定想到别人 人嘛 人是两个人嘛 自他不二嘛 啊 这是说 佛这样对人 我们要向他学习 啊 他对待别人 是一片慈悲 释迦就是这个意思 啊 对人 要慈悲 要仁爱 对自己呢 要清净 摩尼是极灭的意思 就清净极灭 极灭是把烦恼灭掉 把厌障灭掉 是这个意思 那不就这个 你懂得这个意思 一见到释迦牟尼佛 我就要想到 我对人要仁慈 我对自己要仁慈 这就是开我们的自性光明来 所以这个 开光是一个新的佛像啊 这个 供奉一个典礼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讲清楚 讲明白 这叫佛给我们开光 我们见到佛的开自己的光 现在意思全靠错了 我们供应菩萨 我们供应菩萨 观音菩萨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寻生救苦 大慈大悲 把这个意思讲清楚啊 哪个地方众生有难 那菩萨就到那个地方去 救度众生 难从哪里来的 难从迷惑颠倒 无知啊 愚痴来的 那化解灾难 化解灾难要求 要有智慧 灾难就没有了 所以观世音菩萨 用什么来救苦 就是呢 用教人慈悲 你看 今天这个世界上灾难很多 过出传来的信息 怎么样化解的 就有这个爱 你看 那不就是观音菩萨吧 大慈大悲 就是大爱啊 人人都把大爱发出来 爱众生 胜过爱自己 帮助众生 利苦得乐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不是坐着共在庙里来干 是自己啊 把观世音的菩萨 落实在自己心里 落实在自己行为上啊 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了 自己就是释迦牟尼佛了 这个都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才晓得佛教里头 也丝毫明信都没有啊 所供奉的这些像 佛像 菩萨像 罗汉像 全是表发的 全是在那里教训 你要看到 要起作用啊 看到就是提醒自己 我的爱心在那里啊 我的慈悲在那里啊 用这些方法 开发我们自信的 智慧的能 用我们智慧的能 为一切众生 佛物啊 这仆度众生啊 这佛法的精神啊 佛家的文化了 现在全给人搞颠导了 给谁搞颠导了 甚至于给很多出家人 搞颠导了 这就没法子了 让人家产生严重的误会 佛教是迷信 愿不愿望 这样好的方法 叫人看成迷信 佛法非常重视 艺术教学 这是属于艺术教学 不用说话了 让你看到 接触到 听到 你就有感受 你就有启发 佛门的音乐 是以音声做佛事 就是用音声 来启发你 帮助你救护 用色相 叫你看 看佛物色相 你也能看到 你看烧香 香是表发的 为什么要烧香 古时候 这个音乐呢 是传递消息的 你看长城 每一个阶段 有一个烽火台 那个烽火台 什么 就是香炉 边皇上发生事情了 有人来侵略了 烽火台点狼烟 狼粪 狼烟呢 浓 风不容易吹散 狼烟也上身 那一边看到了 立刻点上 几个小时之后 就传到金城 皇帝就晓得了 哪个地方又会出问题了 所以这是什么 传递信息 我们用香炉 香炉就是烽火台 点着一支香 表示什么 我跟佛菩萨同信息 取这个意思 所以叫信香 戒定真香 你看到香 闻到香 要修戒 修定 修慧 你都想这些 佛教我们 戒定慧三修 他是用戒定慧三修称佛的 我今天也走这个道路 跟诸佛如来走一条路 你看这个意思 多好 现在全搞错了 佛前面点灯 点油灯 点蜡烛 现在点电灯 电灯不能表发 油灯蜡烛 表什么 燃烧自己 照耀别人 我们要对社会 对国家 对一切众生 做出牺牲的风险 表这个意思 用蜡烛 不烧自己 照别人 油灯也是 烧自己 油慢慢就干了 取这个意思 蜡烛香 烧得越多越好 错了 烧得太多了 乌烟瘴气 人呼吸会得病啊 所以意思搞错了 好像只要一只 蜡烛只要一对 油灯只要一盏 表发的 你烧那么多 干什么 把房子的时候 都熏黑了 怎么对得起佛菩萨 佛菩萨 那个干净地方 都不能为得住 住在乌烟瘴气里头 所以这些误会 优来已久了 不能怪现在人了 念三百年了 累积成今天的误会 所以佛教全教学 你看 点蜡烛 烧香 都是教育 燃香 在中国 特别重视 就怕你忘掉 出家人 在头顶上燃香吧 就叫你天天摸着头 你记住 你曾经发过这个愿 谁其一位人 你容易做到 在家居士 把香燃在手柜上 常常看到 我曾经发过这个誓 我不能打忘语 这个用意在此地 这个功德就大了 意就深了 我这个人是共佛的 你拉什么 共佛 多少几个表示我诚信 共佛 你看 一丝全都 搞错了 共佛 佛是叫你 认真一学习 续佛挥命 弘法立身 这叫功佛 让佛教沉传 不至于断灭 一代一代传下去 连建筑都是表法 你看大地 外面看两层 里头一层 代表什么意思 外面两层 代表 佛 以二地 而说法 佛讲经教学 根据什么 理论 真地 素地 但是里面 真地 素地 是一 不是二 外面 看是二 里面 看是一 全部都在这个 丝相上 你都看到 所以佛家的这个寺院 是个艺术馆 跟教学集合在一起 世界 艺术馆 博物馆 跟修相是分开的 佛法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你真正要懂得 不说一句话 到庙里走一段 你的心情马上不一样 你懂得它的意思 你就是在接受教育 好像 城隍庙的阎王殿 世殿阎王 以前都是泥塑木雕造造 你从那里走过 走过一趟 心里一些窝念就放下了 那就是其作用了 不敢再起我念 不敢再做我事 为什么呢 有报应 这提醒你 你能回头了 你能认错了 不敢再走 所以这个寺院的表发 是大学问 今天没人懂 统统把它当作神来看待 这个地方讲 你看 立像成佛了 古光 普通 所以 没有一样不放光 你了解它的意思 佛像放光 宫廷放光 菩萨像放光 所有一切城市 香花 翻床 宝盖 样样都在放光 你一见到就晓得 宝盖放的是什么光呢 今天社会人常讲的环保 宝盖是标换宝 它是防止灰尘 佛像是高级的艺术品 怕灰尘染污 所以佛像顶上用一个宝盖 防止染污 我们看到这个像 我们要防范 心理上的染污 看到财物 不贪 这就不是个染污 其贪心就是染污 贪嗔吃慢就是染污 让你在境界里头 时时刻刻 有人提醒你 要叫你回避任务 在五语六成里头 不起坦诚之门 这是佛法 这是佛法 优优独播剧场——周苑